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深探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特别是比亚迪和理想汽车的收益报告 尽管这两家电动车制造商在第二季度的收益实现了增长 但利润率却因激烈的价格战而受到压缩 比亚迪在这一季度赚取了91亿元人民币增长幅度惊人 但仍未达到市场的预期 而理想汽车同样在交付量和利润上有所提升 但面对的竞争压力却不容小觑 除了利润的变化 市场对混合动力车的需求也在迅速上升 这让纯电动车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 插电是混合动力车因其更高的经济性和续航保障 正在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根据数据 混合动力车在新电动车销售中已经占据了近一半的比例 这一趋势还可能继续增强 随着价格竞争日益激烈 市场前景充满挑战 观察目前的情势不仅是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都受到威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分析这些变化的背后意义 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的电动车市场中 一场价格战正在悄然进行 尽管压缩了利润率 但也带来了收益的增长 这场战斗的领头羊 是比亚迪和理想汽车两家公司尽管面临挑战 仍在第二季度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深圳总部的比亚迪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 凭借其强大的市场地位 在截至6月的3个月内 赚取了91亿元人民币约合12.8亿美元 相较于第一季度增长了98.4% 同比增长了32.8%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但并未达到彭博社分析师预测的 179亿元的上半年利润 另一方面 总部位于北京的理想汽车 也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其第二季度的利润 从前三个月的86.2%增长至11亿元 略高于预测 理想汽车的利润 在前三个月 从上一季度的90%下降至5.91亿元 这种波动反映出市场的竞争激烈 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电动车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 插电是混合动力车 PHEV 在中国市场上日益受欢迎 超过了纯电动车EV 这主要是因为 混合动力车 可以在短距离内使用电池行驶 并在长途驾驶时切换到燃油 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 CPCA的数据 7月份 比亚迪 大众和丰田等公司销售了39万6千辆 混合动力车 占总电动车交付量的45.1% 这一比例较去年同期的34.3% 有所增加 上海经销商万卓汽车的销售 总监赵振表示 对于许多年轻的首次购车者来说 混合动力车更经济实惠 他补充说 他们是经济放缓的意外受益者 这种转向混合动力车的趋势 也反映在消费者的购车心理上 上海居民钱盈盈 在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他表示 由于我需要在上海和周边城市之间通勤 续航里程约400公里的电动车 不是我的首选 因为我有续航焦虑 经销商指出 许多买家因冬季电池快速耗尽的担忧 而转向混合动力车 今年2月 一段显示数十辆电动车 在湖北省中部的一场暴风雪中被困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 因为他们的电池耗尽了 这一事件 加强了购车者对于纯电动车 在长途旅行中仍不可靠的担忧 比亚迪作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车组装商 在5月份 推出了其插电是混合动力技术的新改进版本 以鼓励电动车的采用 其改进型号 CNL和C106配备了双模式技术 据称在满油情况下 单次充电可行驶2100公里 而这些混合动力车的价格也具有竞争力 基本版本的电池续航里程仅为80公里 CNL和C106的入门级版本 价格均为99800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 大众CIGTAR的价格为127900元人民币 丰田卡罗拉的价格为116800元人民币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纯电动车BF的未来变得暗淡 分析师指出 纯电动车仍然是未来的趋势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充电设施的普及 他们的市场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 苏州Hazard Tax的高级主管戴维斯章表示 纯电动车反映了世界碳中和目标下的未来出行趋势 混合动力车的销售增长势头 在长期内不会持续 主要参与者应该专注于制造纯电动车 事实上 随着中国政府推动清洁能源和净零排放目标 纯电动车BF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 这也解释了卫士摩向未来 小鹏和百度支持的吉约等公司 专注于开发和制造纯电动车 然而市场的现实是复杂的 许多消费者在选择购买电动车时 仍然考虑到价格 续航里程和充电便利性等多方面因素 因此 混合动力车在这个过渡时期 仍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 此外 全球市场的数据显示 混合动力车的需求并非仅限于中国 根据研究公司AutoVista的数据 5月份全球新电动车销售中 混合动力车占60% 这表明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 消费者对于混合动力车的需求 正处于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 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正处于一个激烈竞争和快速变化的时期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尽管面临价格战的挑战 仍然成功实现了收益增长 而混合动力车 因其经济性和续航能力 正在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在这场电动车革命中 无论是纯电动车 还是混合动力车 都将在未来的市场中 占据重要地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在第二季度的收益增长 说明了即使在激烈的价格战中 中国电动车市场依然充满机会 比亚迪已创纪录的 98万6720辆车交付量 展示了市场对电动车的强劲需求 这种需求不仅来自中国 还遍布全球 这不仅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胜利 也是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的巨大进步 哈哈 楚天书 你这个乐观地让我想起了盲目自信的秦始皇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的利润率缩小 显示出市场竞争的残酷 即便交付量在创新高 但价格战让利润变成了笑话 更不用说 混合动力车的崛起说明消费者 对纯电动车的续航焦虑 这无疑是对电动车市场的一记重击 电动车市场的前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乐观吗 谢琪琪 你这话就像是在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一样 每个新兴市场都会面临挑战和波动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的利润缩小是市场成熟的一部分 同时这也表明了消费者开始认同电动车这一新技术 再说比亚迪的混合动力车勤L和C06在一次充电后能行驶2100公里 这可解决了所谓的续航焦虑问题 你说 这是不是技术进步的证明 楚天书 你这么说就跟那个说大跃进能成功的人一样天真 技术进步确实重要 但你看混合动力车的崛起 这不正说明消费者对纯电动车还是不够信任吗 纳秦L和C06的价格优势也不过是短期的市场策略 长期来看没有人会愿意陷入价格战的泥潭 你看看小鹏和极客智能科技的亏损数字就知道了 这市场哪有那么容易赚钱的 谢琪琪说你是启人忧天也不为过 电动车市场确实存在挑战 但每次挑战也是一次进步的契机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的持续努力和创新 正是这个市场能够不断前进的动力 你说价格战是泥潭 可事实上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现象 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 说到小鹏和极客智能科技 他们的亏损只是暂时的 未来一定会有突破 楚天书听你这么说 我感觉你像是在听红色娘子君的故事 现实是残酷的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的利润缩小 混合动力车市场的崛起 还有众多电动车制造商的亏损 都说明这个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 你说这是进步的契机 未免太过理想化了 等到那些亏损的企业都被淘汰后 市场或许会趋于稳定 但那时候已经不知道要过多少年了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不许